如果想捕捉这个国庆黄金周主题的话 你自己相对觉得哪些股份值得留意呢? 我想黄金周的主题当然是说出游、消费等 我觉得有几方面可以留意 如果你说出游,当然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涉及可能是内地航空股 你看看1055,南方航空 其实你看看昨天的表现都不错的 而且走势都由8月份的低位反复向上做了一个上升通道 所以如果黄金周未来出游的需求是大的话 不排除都有机会试上5元以上的 这些是其中一只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我认为出游当然要住酒店 要买入场券等的旅游地点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一只就是同城毅龙 780 另一只就是9961 葵程 你见到这两只近期的图价都可以的 你见到780 8月份都兜了个圆底上来的 近日就开始升到之前的阻力位附近 如果这些图价能够突破得到的话 我所说的大约19元 破到上去 你看看有没有机会黄金周前 试上去大约21元那些位置 我想这些是旅游相关的概念 风险在哪里呢 风险唯一就是说疫情而已 如果你说不幸这几个星期 万一又见到疫情出现 你就要小心一点 相关这些股份可能就压力会大一点 说到葵程 如果看图价都见到图价上来的 图价上看这一阵 有些机会可能会试上去 大约270元附近的那些位置 是 如果说 除了这个内地就出游的概念 究竟说现在 接下来都多了 容易了会来香港 因为接下来就回港二 如果说再达过庆的话 那有没有机会香港的零售 或在消费相关主体会否受惠呢 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想来港二那里 就是说每天就2000人来香港 说的是澳门和内地的居民 应该没有记错是15号开始的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是3 15号 变了来说 食正黄金周前 变了来说有些人下来 自然就旺下市先 所以我想一些零售相关股份 是可以留意的 近日我们都见到1997 这个九龙仓置业 你看到股价 也是出现了一个突破的 我想因为它旗下有两大商场 所以变了来说 我想也有少少炒作的味道在这里了 我想这一阵又是黄金周前 如果未来真是内地旅客 澳门旅客来香港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借着消息 炒一炒上去那个横区 你看六七月都有一阵很明显的横区 例如那个位置大约 你预算在45元附近的位置 作为目标位 你可以走一下短线 看看有没有机会 当然其他零售的 例如周大福、莎莎 这些都可以考虑的 但我想是可以考虑一下 但期望当然就不太高 因为你每天说到2000人 和以往比较的人数 当然还差很远 但起码一样东西 比开始好 有少少通关的味道 我想是对相关股份 都有些刺激作用的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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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e 好了